那故宮的聲明是告訴大家 第一個就是承認有這件事情 說實話要不是陳以信爆料 我們都不知道 從去年到今年都不曉得 現在已經十月了 最後一個破掉的是五月 他是這個一年半之內 連續破了三個 雖然前面兩個不知道什麼時候破的 但被發現到現在是一年半 以這樣的速度在進行嗎 有人開玩笑說 會不會下個月就已經破了八個 會不會 那故宮承認 在陳以信爆料之後 故宮才被動的告訴大家 確實是如此 兩個就打開之後就破了嗎 我不知道誰弄的 然後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經過陣風調查 所以結論我也驚呆了 兩件無人緣疏失 只有這件要處理 因為這個人說實話比較倒霉 掉的時候被發現 前兩個怎樣 我掉我就把它悄悄的塞回去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是怎樣 鼓勵這個故宮的所有人緣 掉的話破的話 就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覺把他弄回去 那你前面兩個你有掉 你有掉監視器去看嗎 他不可能自己破嘛 所以前面兩個打開就破 你就算了 他就是抱持著這種態度 難怪會一直破 那這第三個人會不會覺得我很倒楣 前面兩個被他們摔破對不對 他們兩個都沒事 那我摔就有事 只是因為我可能被看到了 其他兩個沒有看到 所以這什麼態度啊 大姐 對啊這樣的事情的確真的匪夷所思 就是說這批國保陸續就是從民國38年 國民黨政府撤退的時候 從中國大陸開始運到台灣來的 民國38年到現在已經70年了 就是說這70年的過程當中 在國民黨執政的歲月裡頭 這些國保都被好好的保存著 那麼故宮對於保全國保 也有一個標準作業流程 就過去我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這個考察過 我們大概也知道 所有的故宮的國保 都是在一個非常這個恆溫啊 濕度控制 還有做好充分保全的情況之下 被收藏起來的 所以哪怕我們有65案件 這65案件每一件理論上 都應該是被好好的保存起來 大姐你知道今天很多網友說 這三件國保經歷戰亂 跨海到台灣都沒有破 結果在故宮竟然 一年半真的被打破 而且是三件 就是說而且到底現在只有三件 還是還有更多件 大家都在懷疑 你看到這個民進黨執政之後 整個政府機關的螺絲釘鬆了 看到這個大家來欺上瞞下 開始來這個粉飾太平 所以這就是一個風氣啊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真的只有這三件嗎 還是還有更多件 那我要講的是 更重要的一點是 我剛才一再強調 他們在收藏國保的時候 是有一個標準作業流程的 不要講國保了啦 你現在隨便去什麼 中美金生怡想買一隻手錶 你要看那隻手錶 它都先拿一個軟墊 先放在那裡 然後請你看 你在珠寶行 你要看珠寶 它也是拿一個軟墊放在那裡了 那我們的國保 這三件破的簡直是 這個古怪自己 你說摔碎 這簡直就已經令人匪夷所思了 就像剛才秀芳講的 這些國保從製造好 從清朝明朝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戰亂 經過戰火 然後國民黨把它帶到了台灣來 這70多年 甚至你要算它歷史更久遠了 都沒發生事情 然後你現在 居然還有摔碎這種事情發生 這不是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嗎 那另外兩件的問題更大了 那你說我放在那裡 放得好好的 他也睡了 到底為什麼睡 我說過他有恆溫跟恆濕的情況 他控制了溫度跟濕度來進行保存的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什麼熱帳冷縮 不小心碎掉了 那過去歷史上從明朝清朝 知道他現在不碎 這一刻就給他碎掉了嗎 那兩件不處理啊 所以他只有一件有人為舒適 一件一件好 他三件都應該要處理 其實就像秀芳說的 他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吊 他上一次展覽的是什麼時候 是誰經手上一次的這個庫存的作業 是哪些人經手這個作業 這怎麼可能掉不出來呢 這隨便查都查得出來 這作業的過程 你說要移出或怎麼樣 一定有監視器嘛 對不對 他們可能要去問王美花啦 到處都是監視器 問王美花 停電就找小動物啊 可能有壁虎啊 停電的時候破掉是吧 我是說只能歸咎小動物跑進去 而且你想想看 這是被完整保存的 所以任何一件離開倉庫 都一定有記錄 是誰把他帶出這個倉庫 然後誰把他放回來的 這個總有基本的記錄吧 不要告訴我說 這個故宮連這個記錄都沒有 那如果連這些東西都沒有 我真的合理的懷疑 我們的國寶很有可能 可以被監守制盜 被狸貓換袋子 然後被拿出去賣了 盜賣國寶這種情況 有可能會被發生的 如果我們今天的SOP 是這樣如此的可笑跟兩光 那更妙的 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這個故宮居然說 他是一般古物 對 明朝的 清朝的 康熙的 一般古物 一般古物 那到底什麼才是重大古物 你講來聽聽看好了 就這些古物 隨便拿在這個加世德拍賣場 你賣的都是好幾億台幣的價值 今天這個網友就問他 那這樣放故宮幹嘛 一般古物拿出來啊 一般古物就在古物市場上 賣一賣就好了 他以為這是什麼東西 這三件東西 怎麼會是一般古物呢 然後你用一般古物 試圖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這三件東西 你隨便找幾個懂古董的人 他都可以估出來 現在在市場上的價格 這怎麼會是一般古物呢 但你知道嗎 今天一開始本來說是就一箭破 後來我們看到這個實力的 這個議員候選人 又再接著爆料 他說故宮近年 近兩年是打破三箭 你知道 所以後來我們今天早上在開會嘛 本來說故宮古物破 過來我們要做這題 會蹦跳出來 不是一箭是三箭 你知道所有人都昏了你知道嗎 破一箭已經是已經是不可思議了 破三箭 這是怎樣是 然後他說這個你看到 這個破損嘛 這五月十九號發現破損 這個部分就是發現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破了 當然就說之前是怎麼弄的 誰弄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責任是誰的 今天吳密查這個院長 我們稍後好好談一下他的角色 他就一副反正不干他的事 就是屬下弄破的嘛 對不對 所以要懲處啊 要究責啊等等 但說實話 在你的任內 你的任內 一年半之間破了三箭 你沒有責任嗎 你講得跟路人甲一樣 對不對 而且這兩個發現就破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對如果說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專業的院長 發現就破 怎麼可能 不可能 對不對 我的電腦打開就壞了 裡面東西就壞了 前天誰動過我的電腦 而且如果吳密查沒有刻意隱瞞 他應該要告訴我們 他的公文程序的內容 為什麼要等到實力的 議員候選人爆料 為什麼要等到誠意性爆料 這麼重大的事情 行政院知不知道 我們國家虧了二十幾億 送這個考機會 這個程序走走了到現在半年 都還沒有走出來 還不知道是什麼 那當然啦 今天大家一聽到這個國保 真的心疼的不得了 因為就是破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雖然現在的修復技術 粘合技術很好 可以做到 感覺上像是這個新的一樣 但畢竟這個還是回不來了 外傳的三件磁器 總價值超過25億 結果吳密查說 價格不能說得很精確 市場價格遠遠低於此數字 因為文物要見價有技術性跟實質性的問題 然後他又告訴大家 保險金很高 所以故宮文物沒有買保險 大家本來看到這個標題就已經逃婚了一半 就一聽到沒有買保險 可思議這是我們的故宮啊 故宮不是台灣的驕傲嗎 不是據說兩岸戰爭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連三個文物都保不住啊 對不對 那媒體就問那你沒有買保險怎麼賠呢 就是交考機會懲處啊 同人作業疏失 有沒有賠償責任呢 要等陣風跟懲戒之後啊 趙剛很生氣嘛 對不對 你叫你同人來賠嗎 要不要這個吳米茶自己把身家財產拿出來賠一賠 我們今天還真的查了一下他的身家財產 來導播給一下啊 我們有這個監察院的申報 我們這個吳米茶大院長啊 110年他的申報個人財產 當然怎麼可能賠得起 而且不是價錢的問題 是價值的問題嘛 文物的問題嘛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吧 他的個人身家如何 土地三筆建屋六筆 那存款呢是五百多萬 他的基金大概一百多萬 保險呢他有保險 故宮文物沒有保險啊 他的保險大概算一算 大概是一百四十多萬 那完全沒有負債啊 當然是不夠賠啦 所有故宮同仁的財產加起來 恐怕都不夠賠 唯在說過嘛 這不是價錢的問題 來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 卓老師你怎麼看 這不可思議 我們還是要從制度面來看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第一個 其實我查了一下 故宮的那個網站 根據故宮的網站 到今年的9月30號為止 我們總共的故宮的國寶 有69萬8856件 那在這69萬8856件裡頭呢 檔案就有39萬件 善本的書籍有21萬件 換句話說有超過60萬件呢 是善本書籍或者是檔案 真正像這種陶瓷器的 這樣子的國寶 其實加起來也就是 大概是七八七萬件 我先打斷一下 我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再回到左老師 好來左老師補充 給我們很多數字資料 對好 那所以說我剛剛要講說 為什麼我為什麼特別強調說 大概只有7萬多件 是這些其他的陶瓷器 玉器啊漆器 就是說你這些如果要造冊 讓全民可以去監督 是做得到的 它沒有那麼多 它相對來講 整個國寶的這個數量 在故宮來講 60萬以上是檔案跟善本書籍 好 那麼根據這個報告 就是根據這個故宮網站的說明 到今年的9月30號 既然還有69萬多件 那麼請問這個數據到底有沒有把那個已經破損的那個算在裡頭 還是沒有 我認為這是要進一步去追究的 就你這個登載的數字啊真不真實 對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我們從故宮的這個所揭露的資料裡頭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要去追蹤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其實在故宮網站上也提到了 吳密查在2019年就任的時候 他曾經去清查過文物 就故宮的文物 那故宮其實是在民國78年之後 在2001年之後 他採取這種不定時抽查的方式 去清點這個到底文物到底是不是還完好如初 到底它數量有沒有減少 那我現在想要問的是 吳密查從上任2019年到現在 除了2019年6月在網站上看到有之外 你還有沒有在做過清查 這個清查其實大規模的清查 在這個過去這40年之間有過兩次 一次是民國78年做過一次 一個是民國97年做過一次 大概都花了兩年多 但是你平常可以不定期去抽查 那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制度上 就你上任了到現在 你有沒有抽查過 你有沒有去有一個核實的機制說 我現在這個文物都是完好的狀態 或者是我現在這個文物呢 其實數量都是符合我的原本造册上 所擁有的這個數量 我認為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其實可以去追究的地方 那因為這個其實就牽涉到你的一個查核機制 你是不是平常對這些都有妥善保管 現在說沒有人可以負責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荒唐 國保壞了居然完全沒有人可以負責 所以他就自己壞在那裡 那我現在就問 那你平常的查核機制在哪裡 你是不是這些國保犯案的你都不用清查 你不用清查你這個故宮博物院院長 你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不就是管好這些文物嗎 你連這個文物都沒管好 你基本的職責你就沒有履行到 那你真的是可以走人了 那我認為其實現在應該立法院要開始發 要求故宮要再做一次清查 上一次清查是民國97年到民國101年做完的 大概花了三年多的時間 那我認為其實現在既然已經做了很多的數位化 或者你在最近因為做數位化的時候 應該有一些盤點的記錄 我認為現在要開始清查 為什麼呢 因為故宮在2024年 也就是兩年以後 要有一批文物到捷克去展覽 2026年又要有一批文物到法國去展覽 到時候會不會又發生同樣的事情 不只是說你現在你的這個保存的技術 你人員的這個 人員的這種注意的程度 有沒有提升 有沒有好的技術去維護我們的國保 還有一點就是 大家都很都很擔心的是 你會不會偷糧換柱 你把壞的放進來 你把假的放進來 把真的拿走 當然這種東西要有證據 我們不能信口開河 可是你有沒有一個機制去確保這件事情 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認為現在就要去做清查 現在就要去盤點 到底故宮這些文物 哪一個是哪一個 因為我剛剛講了嘛 其實你看像它的這個具體來講 比如像玉器有13000多件 陶瓷器25000多件 漆器700多件 法郎器2520件 其實都可以盤點的出來 都可以造册的 我覺得既然你都要做數位化 尤其現在這個數位化有電腦 它是很容易的嘛 應該是很容易的 就是給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這幾千件或上萬件 都是些什麼東西 它都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政府說不能做到 那對不起 政府必須要告訴我們一個理由 為什麼原因不能公開 其實就是要不要 想不想 是一定能的 沒有不能的問題 沒有不能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